刘德华腰伤好了后 这个迟来的宏馆跨年演唱会终于正式开幕了 阔别宏馆八年 不少朋友都有到场支持 不过最让人意外的就是 太太朱丽倩和六岁的女儿刘向慧 居然大方地坐在观众行星上 华仔向来极力保护女儿隐私 这件事首次让女儿公开露面 更一路看至晚场 真的令人感到不错 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啊 华仔开场时穿着一身白色糖装长衣登场 一开始像是顾及腰伤 没敢有太多剧烈动作 没想到唱完两首歌之后 他就脱了 虽然说了不会露腹肌 但就诚意地露出背肌搭救 玩场后华仔就说很满意自己的表现 问到太太和女儿公开到场支持 他就说是他亲自安排的 真是难得啊 是吗 那我是这么久 他就是第一次演唱会 他呀 那是吗 太太不是吗 太太都有来看的 你们都有拍过 那么堂堂堂正正的 不需要避呀 废设你们乱写啦 就说我避这儿避那儿 这样 大大方方就算了 场内有一些图画 原来是出自女儿手笔呀 难道这也是华仔要求女儿画的吗 不是他交功课的 交功课的 这是功课的 有没有得到同意 有没有得到同意 有版权的 是不是呀 他这么小的时候都是父母拥有的了 这么久没开演唱会 华仔就说真的挺累人的 但你还有十九场演 是呀 我刚才跟他们说 为什么这儿的牛仔佬 越跳越重 你脱的嘛 一路唱一路脱的 不行的了 一脱下去 今次都脱了 以后都要脱了 还好 我觉得有待改善了 还是可以撑下来 我会继续努力 放心 我还年轻 巡演的一定会陆陆续续的 但是今年就一定没有了 就是18跟19年是一定没有了 那就如果有的话 都是2020以后的事情 办完这二十场休息一年 也不过分啦 香港报导